说到8090零食啊 我觉得樱桃肉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但是我现在已经成长了 五毛钱的假樱桃肉已经无法满足我 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下正宗的苏州名菜 樱桃肉 这道菜主要选用猪里脊 色泽红量 大小和樱桃一样 那今天我既然要做顶级复刻 要不来点不一样的中西合余大冲状 要选就选山姆精选美国吉家古寺西冷牛排 这能不好吃 不得不说 上次呢山姆会员开的真吃 我现在囤货全靠它 和小零食一样也是酸甜口的菜肴 清乾隆年间 山药酒樱桃肉被记录进清 玉茶善访党 而且苏式菜肴讲究四季有别 安令上市 接下来就要到樱桃肉的主场了 今天我们就用传统苏州做法来一比一复口 首先将牛肉放在锅中简单焯水 沥出肉汤待用 将放凉的肉用刀在面皮上切成樱桃大小的块 千万注意不要完全切断 在炒锅内铺上葱姜 把肉放上面 来点烧酒 白糖 酱油 盐 再把刚才的肉汤倒进去 用大火煮沸 千万别把它当猪肉来着 半小时就老掉牙了 几分钟后 咱们就来最关键的一步 加入红曲米粉 上色 你这啥呀 你这太红了吧 什么鬼呀 是不是那个放多了呀 捞出后再加上一点圆汤 上锅蒸一会儿使它软烂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朋友们摆盘摆盘啊 锅热倒油 来点盐和味菌 整点蔬菜嘛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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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哇哦 哇哦 其实这么一看做起来也不难嘛 不难 真的吗 呃 光吃也不行 蒸点葡萄酒呗 MM卢四胡 赤霞珠红葡萄酒 哎呀 这顿很顶辣家人们 好吃吗 嗯 好吃啊 哦 牛肉筋道不是软烂 酸甜可口 醇厚鲜香 再搭配一口山木精选的葡萄酒屋 感觉我已经置身苏州园林了 但是眼前却是美国牧场 要不你找个苏州人来试一下 就问好不好吃嘛 来来来你尝尝 味道居然还真有点那个意思 突然想回家怎么回事 哇我这么牛了 做饭本人吃酷啊 没事 这牛肉 山姆APP下单一会就到 啥时候想家 你啥时候做 大不了我教你嘛 来我再送你一个小清零 你知道多难卖吗 每次去都受庆啊 谢谢了 好喝 嘿嘿 苏州的家人们想不想试一下 包你们吃了都说好吃 对了 记得来学啊 信口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